香港獨立的一件事有點不切實際 到今時今日去到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 其實我們看到香港這一刻的民主 香港這一刻的言論自由 這一刻的自治 比起過去反送中爆發的時候 更加嚴重地被收窄 再去談所謂香港獨立的一件事 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說是比較遠的事情 我是鍾漢林,今年十九歲 我是香港學生動員在解散之前的召集人 這個組織是一個過去提倡香港獨立的團體 在香港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前 決定了把它解散 按這一刻的確是一個階段性的勝利 我們看到自從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 大量的可能提倡香港獨立的人士 他們在實施前後選擇離開香港 有很多的市民他們不敢再去提及 任何的政治性的口號 即使不是提倡香港獨立的口號 他們都有所避忌 在這一刻來說的確是我們暫時是失敗 但是爭取民主的一條路 從來都是漫長的 始終我是他的兒子 但是爲什麽這一刻 我出來之後都沒有打過電話 去叫做關心一下我 甚至乎我要去找他們的時候 簡直是人間蒸發了 我想每一個 爸爸媽媽 他兒女可能出了事 被警方拘捕 保釋出來之後 我想即使政見有多不相同 都會去慰問一下 過去我自己 會認為的是 香港的抗爭 不能夠去依靠和尼非 應該要去全面的擁武抗爭 過去一年 我們香港人以這麽高的武力的程度 去進行街頭抗爭 但是 這一刻我們得到了些什麽呢 我們叫做 精神勝利法的講的就是 撤回了這個送中惡法 但是同時 我們有幾千個同路人是因為抗爭而被捕 這個風險 這個的後果是否真的叫做一個勝利呢 我又不是這樣去看 所以這一刻我會想的就是 除了街頭抗爭之外 其實 是不是應該還有其他的路 我們需要去反思 需要去尋求一條新的出路 在某些時候 無論去做什麽都好 其實都很難去扭轉一個劣勢 唯有是一個適合的時機 才有機會去尋求到一個出路 尋求一個破局 這一刻 很悲觀的 但是我們香港人是不能夠這一刻去坐以待斃 我們現在這一刻要做的是去捍衛我們自己本身 香港人這個身份認同 要去捍衛我們香港人自己的一本土文化 去到等待一個適當的時機 我們再一次去走出來去抗爭 這個是一個新的出路 來看 不是一個廣告 去到一個供給你 去到一個體驗 就是要去我們 這是一個